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Unity3D音频系统的过滤器组件 过滤器组件必须得用于添加了AudioSource或者AudioListener的游戏物体上 如果我们新建一个物体,想要给它添加一个过滤器组件的话 它会弹出来一个提示框 说明我们添加过滤器组件失败 需要首先给我们的物体添加一个AudioListener或者AudioSource的组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过滤器组件的相关参数 以及能达到的效果 前面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给AudioSource加了一个低通的过滤器 它可以让我们音源的低频通过 这里有一个截止频率 可以切断高于我们设定值的频率 下面这个呢 是低通的自共振 它的数值越大呢 说明它的共振消失的就越慢 与这个低通过滤器对应的呢 还有一个高通的过滤器 它呢是让我们的音源的高频通过 并且呢去掉频率低于我们这个截止频率的信号 如果我们的游戏物体上面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过滤器组件的话 它会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一层一层的过滤 将我们的过滤器效果叠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的回升过滤器 它呢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呢是延迟 延迟多少毫秒才开始第一个回升 第二个呢是衰减率 就是每多长时间衰减一次 第三个是我们的回升音量 以及第四个是直达声的音量 就是我们原始声音的音量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滤波器 我们的变形滤波器 Destation Filter 这是它的变形率 它呢可以模仿我们无线电传输的声音 这我们来简单的试一下 将其他的滤波器呢先去掉 大家可以听到呢它的声音变形 那我们把这个回升呢 绿波器勾上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回升效果 我们重新来播放一下 这个呢就是滤波器 我们接着往下边看 我们的混响区滤波器 这个混响滤波器呢 和我们的混响区呢 参数呢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进行过多的分数了 还有最后一个滤波器 是一个合升滤波器 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的原始声的一个音量 下面三个呢是三个合升声部 它的各个的音量 还有延迟 速率以及合升的深度 我们这个呢也可以播放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其他的过滤区效果呢先关闭 它呢可以模拟一个合升的效果 这个是三声部的合升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滤波器组件 它呢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的滤波器组件